桃園市安心及时上工计划总共释出近2000个工作机会 截至28号统计已经核定了1190多个职缺 扣除正在中介的人数后 目前还有超过600个职缺可以申请登记 桃園就业中心也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尽速申请 每月最高可领12640元 目前呢桃園市政府职缺最多的呢 就是我们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处 以及桃園市政府环境清洁机查大队 那各释出100个安心及时上工的职缺 也欢迎有兴趣的也符合资格的民众踊跃申请 要申请安心及时上工计划 过去一年必须要有劳保加保记录 但复兴区等偏乡职缺则可以不需要加保记录 但也提醒大家前往登记前 务必备妥相关资料与申请书 也可以网路登记将有专人联系 到我们桃園市政府就业服务处 桃園就业中心及中立就业中心 那另外还有我们12个就业服务台 也可以受理申请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桃園市政府就业服务处的官网呢 也有线上预约的部分 如果就是线上填写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专人与您联系 第二波安心及时上工职缺 以环境机查大队与海管处为最多 分别释出了100个职缺 呼吁有需求的民众 尽速前往查询登记 也可到就业中心了解详情 把握机会 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 感谢观看